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三军是强国,兵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优势,我国军队人数已经达到200多万,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的。 此前美国曾高调炫耀自己可以在一天之内,调集一百多万美国大兵,让世界各国都对此羡慕不已,不过我国曾经就利用高铁技术在半天之内,就调集了所有的士兵。 所以对美国的炫耀我国也是笑笑不说话,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,现在已经拥有14亿人口,所以征兵对我国来说从来不是问题,我国国土面积也十分辽阔,地理位置也是比较优越的。 所以这14亿人口在此国土上居住,也是完全没有任何压力,不像日本,常年都在想如果移民中度过,而且我国的人口众多,在世界各国其实都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身影。 像美国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国家,也出现了唐人街这样的地方,不管是哪个国家一定都会存在着大量的中国人的,不过在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还真的一个中国人都没有,这个国家就是摩洛西亚共和国。 其实说起来,这是一个国家,但是在世界上,该国却没有被别的国家所认可,因为它的国土面积只有0.02米平方公里,而且它是在美国的沙漠中央的,只是自己不承认是美国的国土,所以它是一个私人国家,更是被称为世界第一秀真国。 更让你不敢相信的是这个国家,目前人口只有32个人,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外交关系,这里的国人全部都是当地人,因为他们是不接受外来移民的,毕竟他们这个国家国土面积也十分的狭小,在接受外来移民也是无法承受,而且这个国家宣称自己是相当独立的。 所以只要是国外游客,不管是谁想到该地来参观游玩,必须要办理相关相关的签证,特别是美国人是不允许入内的,如果是别的国家的游客,也只能在此地停留三个小时。 就算你是总统,也没有例外,这个摩洛西亚国虽说土地小,人口也很少,但他是还拥有了自己的军事力量,说起说起他的海军。 其实也就不过是三条冲气法子,海军总人数也不超过十个人,竟然还分出了将军和海军等管理层,总之该有的表面功夫他们全部都有。 该国总统还曾经公开表明,想要发展空军事业,但是由于该国目前的世界国情,该目标至今还没能达成。 虽说摩洛西亚国和很多世界强国都不交好,但是他却对世界上另外一些自然国家十分友好,并且常常发出邀请,希望他们能够来参观本国。 你们对这个国家是什么看法呢?